谢贤公开承认80%遗产留给张伯志俩儿子 为何背地里却转移8000万豪宅给谢霆锋 难道谢霆锋和王妃好事将近 谢贤曾在采访中公开表示 自己的财产会一分为四 其中给孙子留两份 张伯志留一份 女儿谢霆廷留一份 但让不少人奇怪的是 他唯独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儿子谢霆锋 谢贤对张伯志似乎比对谢霆锋还要更好 甚至表示自己去世后 除遗产外 剩下的所有财产都要留给张伯志 据说是为了弥补他儿子对孩子的亏欠 毕竟张伯志多年来对他的好 他也是看得见得 即便是离婚后 张伯志也会带着两个孩子 经常来看望谢贤 哪怕是前婆婆迪波拉过生日 张伯志这位前儿媳也没有缺席 要知道 当时王妃和谢霆锋都没去 也难怪 谢贤会把张伯志当女儿一样对待 但现如今 谢贤却被传私下 将一栋8000万的别墅卖给了谢霆锋 也是让不少人猜测 怕不是想要转移财产 之前所说的那些给张伯志的话 难道都是假的 毕竟谢贤身价最多也就一亿 这栋别墅一给 钱也就剩不下多少了 部分网友认为 谢贤对外说 是把房子卖给谢霆锋 对内可能就是还给谢霆锋 毕竟谢贤的遗产 谢霆锋一分钱也拿不到 可不能便宜了张伯志 谢贤大部分的财产 都和谢霆锋也脱不了关系 在金星秀上 谢贤就表示 儿子给他买了个五百万的劳斯莱斯车 甚至还给他配了司机 但谢贤却表示 还不如送套房子 没想到 转眼 谢霆锋就在四年后 于潜水湾 为他买了一套海景房 同样价值八千多万 在父亲节的时候 送给了他 连金星都忍不住感慨 谢贤 这是生了个银行 谢贤这次把房子给谢霆锋 说不定 也是谢霆锋 和王妃好事将近 谢贤作为父亲 肯定要送出一份大礼 但也有部分网友认为 谢贤这次把豪宅 卖给谢霆锋 也许是真的 说不定 只是为了给张伯芝两个孩子 多攒一些钱 而且 谢霆锋的钱 还不是要留给他的两个儿子 还是要落在张伯芝的手中 王妃最后 肯定还是 争不过张伯芝 毕竟他既没有和谢霆锋结婚 也没有生下属于谢家的孩子 谢贤也一直都不承认他 不过 张伯芝对此似乎并不感兴趣 毕竟现在的他 已经靠着浪姐再次大火 钱肯定是少不了的 半年就在北京买下了一套别墅 根本不用靠着别人生活 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观看